- 每次都要保护自己, 听着我,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世界第一格斗大赛昆仑爵 - 福州战的比赛现场, 现在是昆仑爵2016 100公斤之家, 世界冠军赛的决赛, 也是昆仑爵 - 今天这场比赛, 双方是之前经过一轮的战斗进入到现在的决赛, 罗加瓦是轻松的一分多钟KO了我们的中国选手阿萨提进入决赛, 相反安德雷是经过三局苦战进入到决赛 - 罗加瓦其实还是比较狠的一个选手, 在今天的半决赛中第一场以KO的方式去获胜有点狠 - 每年他们都是在任何的一个级别的冠军头线, 都要从头再来重新再打 - 这个他虽然是现役冠军, 但这个不需要的未免战, 他还是得重新再打, 锦标赛拿到那个冠军 - 因为我每年针对每个级别的冠军赛, 都要从头开始, 不管你去年是不是冠军, 但是今年- 上一场比赛的话还是- 要新开始 - 蔡良辰,蔡良辰获胜的, 怎么老今天是辰那个字呢, 有点懵啊- 是的 - 罗加瓦是可能是储备了更多的体能啊- 因为毕竟他的比赛先打完, 他的休息时间比他对手更长一点- 哦 - 我们看到两个人的体型啊- 明显的差别啊- 安德雷的肌肉类型相对来说更好看一些- 感觉安德雷往内台上去站好稳啊- 对手的进攻也是防的比较到位- 别看是站在那不动, 防的是比较到位- 没有肌肉啊- 但是他的- 所有的技术体 - 和力量是并不弱的- 这个抓低少林击抓得好- 抓了一个安德雷在进攻- 啊- 哈哈哈哈- 连续中击了好几次- 被这边是- 安德雷爆- 爆缠- 上锅还好- 挡得- 挡得好好- 完全把对方这个上锅给挡死- 啊- 我等你- 你也十四三- 别看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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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得出来罗加瓦打得非常挺重- 怕哪怕- 好几次被对方逼到那个维神- 越是重量级的约我好- 打出来- 越是重量级的- 嗯- 虽然其实进攻对手很上- 但是对手打自己也会很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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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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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第一局的比赛看他们两个这个整个的发挥啊 也对得起这个决赛的这个名头了 好强度了 反击很快 反击的非常的快 也还有一个很细微的左闪 好像罗加瓦在安德类你有什么动作打我 我马上要还你一个什么动作 无法炮制 对 你用拳打我 我马上拳反击 你加西法 我马上也要加西法 你情之道还 你情之身 这样的比赛看起来才会有意思 好 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如果谁获胜的话 谁将获得空轮军2016年的 100公斤加世界冠军赛的金腰带 好 假动作 刚才安德雷这个转势确实一点慢啊 不怕这边对手直接去连选择联系进攻嘛 连选追击就有点麻烦 很快啊 罗家把这个符合枪反击的 来看罗家的前手的平勾反击的 特别是他刚才那几个前手平勾 那边对手 让他跟他一样 自己为人留守 只要 还有 所以 你看 前手平勾打着对方 消极防御 对不起 昨天的昆仑爵51的话 是因为和其他赛事冲突 所以改在了13号的下午17点30分 在三六频道录播 也是歪歪全往首次直播 比如想看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三六频道 去收藏一下我们三六频道 我刚才讲罗家娃 是你用什么动作打我 我马上要还你一个 其实他这个打法也蛮简单的 对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13号的晚上17点钟 晚上19点 19点30分 7点30分 高扫躲开 推开要有动作 推开 这次没有像半决赛的时候 推开的时候跟你推马上一个高扫 罗家娃有一些后仰的这种躲闪做的比较不错 好 还有最后的30秒第二局的比赛 推开 当心高扫 被对方正正灯灯开了 低扫 又是一个低扫 四拳低扫 哇 很重啊 我发现人权 可惜距离不够 对 罗家娃的这个权的速率确实很快啊 好快啊 第二局已经结束了 一转眼就过去了 第二局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罗家娃有一号到两号的这种输血又快又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慢动作回放 哇 两个人同时出拳 像在对手防守很紧密的时候 很多拳其实打在太阳穴的 就是在拳挂防护之上的位置 对的 安德雷这场比赛确实感觉好没有状态啊 没有在半决赛上打得漂亮 半决赛也是赢得 有点费劲啊 在半决赛的时候也是以比尔说获胜 好我们进入最后一局比赛 双方非常的友好啊 但是真正开打以后就不要这么友好了 要使出浑身解数 哇 第三局比赛好凶啊 安德雷投上LG重拳 要找空刀来打 第三局比赛罗加瓦也是没有给 安德雷得恩贴身的机会 安德雷贴身 尤其是从心里上 名字老是反的 对刚才那场比赛的话 差两残获胜 这场比赛特别就 尤其像这么大级别 身高将近都是两米的距离 这种近距离的贴身 这种小幅度的法力 以前很少看到 对一般来说大级别的选手 他节奏会慢点 抽拳抽腿 幅度比较大一些 幅度虽然大力度大 但是频率低一点 但今天这两位打100公斤加冠军在的选手 都是两个人都是志在必得要抢金腰带 对他们的这个节奏 我觉得跟小级别的选手一样 对有一点类似 两个人贴近的时候 这种小幅度压力的选拔 像刚才这样 罗加瓦还有一个上钩拳 能打出来这么近的选手 刚才赢的是破球他土地 赢的是帕桑三这位选手 但是实际他们的体重要比80公斤选手 要重复30分钟 将近40公斤 第三局比赛的话 看一下这边 安德雷也是一直选择和对方贴身打 能进攻一下试一下 从边城爆产 最后的一分钟 最后的分约2016年的这个冠军接腰带 到底会落在谁的手里呢 安德雷会不会蝉联这条接腰带 也不好说呀 因为不到最后一秒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直播的这几场比赛没有赢得轻松的 直播的这一场比赛第一局自由搏击 综合格斗 第一局的话是综合格斗 打得比较快速一点 直接是降服 转身变拳 最后的十秒钟 一个重拳进入面门 三局结束 我们很难说呀 确实 两位选手的实力确实差不了多少 其实三局比赛下来谁都没有这样的优势 看起来这些分数应该差不多 那就得看裁判怎么去评判了 安德雷继续传联他的冠军头衔 转身摆拳 前手压得很准啊 很近 而且很近距离的 发力非常的晚 刚才从第一局比赛咱们就可以看出 安德雷是比较稳重的一个选手 但是再稳重也会被地方击到一下 后来的话感觉第二场比赛状态不太太好 而第三局比赛的话就选择一直和对上贴身打 套路挺多 我去加赛一局可以的 还要让我们激情一下的 我裁判 裁判给了观众一个最满意的答复 对确实合适啊 看来这条腰带不是那么好拿的 100公斤级的世界腰带 所以这场比赛肯定最后一把 肯定会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为了腰带也是为了荣誉 2016年的无差级别的世界冠军金腰带 到底是最后落到谁的手中 我们还要经过最后的一局比赛加赛 在我们的规则当中呢 如果在冠军赛当中产生加赛 双方选手是有一分钟的恢复时间 我们这个规则也是为了选手能更好地体现自己的肌战术水平 当然观众也能看到更精彩 更公平的一些比赛 我相信安德雷很久没有打这么艰苦的比赛了 好 我们马上进入最后的比赛 在我们的规则里面冠军赛最多是有可有两次加赛 对 你们很无聊的话就可以点一下我的室伯师通知点一下我的观众 如果我们出的话 裁判再给出平局的话 还有一次加赛 所以就看双方在这一局里面 还能平局 如果再平局的话 再来一场加赛 那就有点可恶了 最后一场G20赛 看一下这边 安德雷是一直想在进攻队手 一直没有给地方反击的机会 不要露出破绽 要不然就双了 安德雷心里肯定还是想蝉联自己这个世界冠军的 昆仑觉得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尖腰带啊 直接是西顶 再次爆闪是被裁判拉开 这场加赛赛两个选手也是没有打出来高潮 后面看一下会不会有给我们打出来一波小高潮 罗加瓦的快拳终于出了 干练了 如果能打出来 直接钻到罗加瓦内 meticulous 刚才如果可以把这边再上两步可以打出一些小变化 直接在一个角落里面 这手是应该就被动的 真正 这一波中小腿有点害 每一次的连击都会被对方反击 安德雷这一场状态确实露出的破然很多 蔡良禅刚才那场比赛是获胜了 确实赢得也不算太轻松 几乎好响 但是大级别他们的尤其像罗加瓦这样的腹部有有一层保护层啊 最后的十几秒钟 最后的几秒钟 加瓦在比赛结束 看一下再来个平局吧 再加瓦一场那就爽了 我们的裁判能不能完美的打出一个结局的比分的 确实有请问有不想让加时的 新闻们支持红方选手的扣一 支持蓝方选手的扣二 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猜对 红方选手的话是安德雷 蓝方选手罗加瓦 好就给你了 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就用第二条 对第二条 谁控制了场上局势 如果这个大家还一样 第三条 谁的那个范围至少 然后独乘往下推 好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对支持主播的可以扣个小三 好了最后还是红方安德雷获胜 那我们又掌声 就是我们安德雷走向中心的舞台 去摘取这条 还有兄弟们这边的话 咱们三流频道是歪歪的一个体育官方频道 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各类体育赛事和体育轮播直播 有喜欢看体育的兄弟们游客 刚刚玩歪歪的 可以收藏一下咱们三流频道 那么这边奔赏比赛结束之后呢 会有二号主播 为大家带来象棋的一个经典残局解说 在19点30分还会有自由搏击 英雄传说的一个福星战的直播 有请我们到搏击宝贝 将一百公斤以上级的世界冠军机妖带乘上来 有请混沌决创始人江华先生 赛事总监托尼晨先生 有请两位 共同为安德雷 还有一场啊 嗯 还有一场好吧 我这边还有一场比赛 这不是最后 我应该是记得最后一场了 这有广告了 这边呢是YY体育直播现场 三六频道 还有一场好的还有一场 对啊 给我这边录播表确实乱的 我这个表格我 我一看全是乱的 所以我们就 我就没有去看这个表格 现在看的是现场 混沌决局不周战的一个实播 总决赛比赛打完了 这本身的特别的 有请不وجяла 谢谢观看